嘉老师 讲古日节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嘉老师 这一个节目 我要讲讲王亚们的故事第一日节 《东兴维持》 我们 昂日 能念个成德里 王亚们 心心闷闷的 开成个立不维持 这故 真人 能维持 广播个同僚好友 偶射到王国 来认为王亚们 其中就有当这个文章领袖 李东亚 李东亚 带王亚们过 今年能有没有搞中 而此 能一定能够搞中人 今晚 能像一片烈口上人符 让我想想 年轻期人的王亚们 还未退日 当即 地北扑子 一会儿就 李东亚 天志文章 今不如大声个叫号 指问 真日之节 一般官员 听到李东亚 那个称赞 还无事着故的真意 古古静谈 真日之节啊 真日之节 也不是说 没让在竞争当中 这样开了 当下就有您对王亚们 产生了独自自信 所以您能够说 王亚们如是个掌握 如果说 给整个高中上人 愿为有那个永生之地吧 这年后的 王亚们第一次去签个威士 因为有没有信心 种种足感 这次乐地贼 这方邦根言之 有些人 因为没见到自己个名字 而熬到大课 但是王亚们确实就要关个本节 给我说 私人以乐地为吃 我以乐地同性为吃 但是 靠不近今日 也就意味着没能做过 没能是一个建功 能结个梦想 王亚们的心里 多多少少 然是有点失落 也决定先为到余奥 在阿里修正一段时间 之间给予一帮朋友 在隆间日里进了一个失落 失落里有一个天修官员叫维贤 维贤是金塔蒙年个金日 正经带人过刚事不正事 昨日 哥哥一位闹见一边 每次这个王亚们 在隆间山搞得着危机 我这下四个人过 好个事局 往往偶射日 王亚们先得到的 我先得知金银铁人分 那是当铁铁铁山说 王亚们在隆间日里 就失落个日间被人 失落个回目而得动 当日第二个王亚们本事员共有 大有好吃 明昂日生一年 王亚们第三次前个卫士 一刻给中了第一门 并且是立即够的见过得了门 而且是卫贵 接下来前个电视 王亚们中了两家个第一次门经日 早点分配给到公布去世界 观众朋友 指明王亚们的故事先讲得到 那我们下期节目讲第十一集 去啊亚们 家家各位